高雄街头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 两辆车当中一辆撞到了侧翻 那么车祸发生在昨天的傍晚 一名24岁的轿车驾驶 疑似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流 撞上了计程车 撞击力道非常大 轿车当场翻覆 而当时计程车上除了驾驶之外 还有一名乘客 还有双方没有大碍 当地是闹区主要道路 碰上了上下班的尖峰时刻 警方也赶到了现场处理 并且进行交通疏导